哪个岛最热 套中岛 嗨 我是小艺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中岛更新哦 大家好 各位岛民们好 哈喽 大家好啊 小子姐姐 你赶快继续说上次的希腊神话啦 对啊 对啊 我回家都会想到这个故事 好想赶快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哦 就像Fix推剧 越看越想看 我知道 希腊神话真的很精彩 各种剧情都让大家意想不到 那我们就继续来说故事吧 上次我们说到 克罗诺斯推翻了父亲乌拉诺斯 成为了第二代王者 掌权的克罗诺斯 后来立遇熏心 不但跟自己的姐姐 瑞亚女神成婚 还因为嫌弃独眼巨人 跟百臂巨人六兄弟 又把他们送回地狱深渊 封印起来 这让母亲盖亚非常生气 盖亚欲言说 你也会跟你父亲一样 被自己的孩子打败敢下王位 克罗诺斯想起了父亲的遭遇 不禁害怕起来 为了防止预言成真 他一把抢走妻子瑞亚生下的孩子 直接吞进肚子里 啊 你干嘛把孩子吞了 后来瑞亚没产下一个孩子 克罗诺斯都会立刻把孩子夺走 然后吞下肚 前前后后 一共有五个孩子被吃掉 瑞亚因此心生不满 就在第六个孩子 宙斯即将诞生的时候 他跑去向盖亚求助 盖亚看到不停失去孩子的瑞亚 便指引她说 你到克里特岛的洞窟生下孩子 我会安排那里的精灵保护他 你回去的时候 就用羽毛包覆石头 再用布包起来伪装成小婴儿 交给克罗诺斯就行了 这么做 有办法瞒得过他吗 放心吧 我了解克罗诺斯 他虽然充满心机 但却笨笨的 好 我知道了 瑞亚听从盖亚的建言 前往克里特岛产下宙斯 然后用布包裹石头羽毛 带回去 克罗诺斯完全没有起 一把抢走孩子大口吞下 哎呦 这是出生的孩子 感觉怎么笑 好难咬啊 你就慢慢咬吧 哇 母亲大人真厉害 还好克罗诺斯够笨 成功逃过一劫的咒诺斯 就在祖母盖亚的帮助之下 由克里特岛的精灵们照顾养育 为了不要让宙斯的哭声传出去 年轻力壮的精灵们 会持续不断地用长枪 敲击盾牌发出声响 借此盖过咒诺斯的哭声 就在咒诺斯长大成人之后 盖亚带着智慧女神来到岛上跟咒诺斯会面 盖亚告诉咒诺斯说 克罗诺斯吃了你的哥哥姐姐们 你去解救他们 并打倒克罗诺斯吧 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智慧女神拿出一瓶药给咒诺斯 这瓶是催吐药 只要把它掺进克罗诺斯的酒水里就行了 于是 咒诺斯偷偷地把催吐药混在神酒里 克罗诺斯没有丝毫察觉就把药喝下去了 开始感到身体不适的克罗诺斯 首先吐出了那块 当年被用来代替咒诺斯的石头 接着又把五个被吞下肚子里的孩子吐了出来 重计的克罗诺斯非常愤怒 啊 你们居然敢联合起来算计我 不可原谅 我要召集人马讨伐你们 咒诺斯也不甘示弱地说 你这个暴君 我们所有兄弟姐妹也会团结起来战斗的 于是 被救出来的哥哥姐姐们 以咒诺斯为首 咒诺斯还集结了同一阵线的神明 组成奥林帕斯神族 展开了对抗泰坦神族的战争 泰坦之战正式爆发 因为两边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因此双方激起的战火也相当激烈 而且因为双方都是神 所以他们不会死 因此胜负难分 这场撼动天地的战斗持续了十年之久 盖亚见战矿胶着 便对咒诺斯说 你去把被封印在地狱深处的三位百壁巨人伯父 以及三位独眼巨人伯父解放出来 他们拥有的力量 绝对可以帮你们打赢泰坦神族 咒诺斯等人赶紧到大地裂口 向塔尔塔罗斯请求帮助 并且成功地解救了百壁巨人跟独眼巨人 在伯父们重获自由回到地面的时候 咒诺斯还献上了食物跟酒水 这让伯父们非常开心 同意加入咒诺斯的阵营 三位独眼巨人说 为了表达感谢 我们有三样弦器要送给你们 首先是咒诺斯 我要送给你 能够摧毁一切的 没的 然后是波赛顿 我要送给你 能支配大海跟陆地的三叉戟 最后是黑帝斯 我要送给你 能够隐身的隐心头盔 咒诺斯阵营做好一切的准备之后 就来到了最后决战的地方 咒诺斯说 哥哥们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了 波赛顿二哥 你先使用三叉戟 引发滔天巨浪跟地震 扰烂对方 没问题 然后黑帝斯大哥 你使用隐形头盔的能力 悄悄接近泰坦神族 夺走他们的兵器 知道了 然后我 会不断地放出雷电 灼烧泰坦神族的双眼 剥夺他们的势力 白币巨人伯父 请您配合我的闪电攻击 朝对方扔石头 包在我们身上 我们会雕巨大的石头来扔 好 我们上吧 在宙斯阵营的猛烈攻击下 泰坦神族果然陷入了混乱状态 然后节节败退 最终以奥林帕斯神族的大胜利 为这场泰坦之战画下据点 投降的克罗诺斯 跟大多泰坦神族被关进塔尔塔罗斯里 有百壁巨人负责监视 欢迎光临 这次轮到兄弟你被囚禁了 可恶 而黑帝斯 波赛顿 宙斯三兄弟获胜后 来到奥林帕斯山 商量接下来该如何治理天下 大哥黑帝斯说 这个世界可是很宽阔的 除了我们所处的天界 还有海洋 然后是那个阴森的冥界 如果不好好规划的话 天下秩序是会大乱的 嗯 说的也是 既然这样 这三个地方 就有我们三个各自分担怎么样 好办法 弟弟 但是该怎么决定呢 先说好 我是绝对不去冥界那里的哦 这三兄弟都想成为天界的支配者 对阴森的冥界相当排斥 但是两位哥哥都念在是宙斯的解救 才得以让他们脱离 被父亲吞噬的命运 而且在泰坦之战中 宙斯的战功是最突出的 于是他们决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 结果 宙斯抽到天界 波赛顿抽到大海 黑帝斯抽到 我抽到冥界 就这样 他们协议管理各自的区域互不侵犯 波赛顿成为海神 掌管大海 住在深海中 他的宫殿以珍珠珊瑚建造而成 出门时乘坐四匹骏马拉的战车 被虾兵蟹将 促涌着在海波浪上前进 抽到冥界的黑帝斯 他 对 我成为冥王 来到冥界之后 我的个性变得更阴沉了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国度 冥界 就是人类死掉 灵魂会来的地方 这里有可怕的地狱家 还有一座大湖 我的宫殿就在大湖中央 宫殿的大门口养了一只三头犬看守 他很凶哦 不要去逗他 话说 所有来到这里的亡魂都必须付钱 才能度过一条叫做卡浪的三叉盒 所以希腊人下葬的时候 一定要放一点金子到棺材里当作渡河费 怎么样 我很又生意头脑吧 宙斯则以诸神之王的身份君灵天界 成为了第三代王者 他就在四季笼罩着白雪的奥林帕斯山上 在这里 宙斯拥有一座豪华的宫殿 平时喝酒听歌 有的时候也会下凡到世间看看热闹 然而 原本以为要迎来一片太平盛世 没有想到 之前屡屡帮助宙斯的大地女神盖亚 却成为了新的敌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们有机会再说给大家听哦 结束 哇 感觉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 而且都很精彩耶 很多岛民都说喜欢听希腊神话 对了 我记得在普罗米修斯的故事里 宙斯也有出现 我之前也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感觉宙斯是希腊神话里很重要的人物耶 蔚列希腊神话中 我们知道宙斯得到了雷电 传说雷电发出的雷霆 能够烧进全宇宙的一切 是威力相当强大的武器 宙斯虽然拥有惊人的能力 但是个性却十分的糟糕 他认为只要失败就毁掉重来 所以希腊众神遭遇到的各种夸张情节 有很多也是宙斯的坏脾气造成的哦 未来有机会再继续说下去吧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咯 欢迎从节目简介下方连结 来赞助岛屿建设 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也可以跟我们许愿哦 好的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